现在这个整个经济状况不明朗 所以客户还是喜欢买保本保息的指数 加上固定利息 那固定利息卖的最好还是70% 10年的固定利息是卖最好的 因为它本身是有政府保险25万 安全对吧 那投资反正第一个就是安全 然后它有固定利息 现在很多人就不看好了 未来的经济 未来的股市走向 所以它会把401K的钱 安全地放到一个有固定利息的 那还是70% 10年的固定利息卖的最好 那它里面不光有这个市场的参与 它还有最坏情况 我给你保7%付利每一年 OK 那它里面还是附送长期看护 所以对退休客人来讲 长期看护是很大的一个开支 所以它里面有附送的长期看护 对投资来讲就比较有吸引力 所以现在的报税季节 客户就是到处在找好的年金 那当然最近也出了一款全新的 就是说daily计价的 每天锁定daily计价的指数年金 就每一天的指数 我都锁定这个最高成长 但是客户就是对这种投资会有 就是兴趣的客人 现在都会要说 我可不可以加一个安全的机制 比如说保6 保7 这个就是最近 整个市场上的一些反应 客人要保本 还要保息 美国互惠财富集团 能够协助高净值客户 完善下半年的投资规划 并且善用美国保单的优势 传承财富 观众朋友预约免费讲座 或者是个人咨询 请拨打免费专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